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飞往沙烏地阿拉伯展开为期四天的访问 期间将参与第一届中国跟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峰会 还将跟卡达科威特等波湾六国元首会谈 外界预料习近平将趁机跟十多个与会的阿拉伯国家开展能源安全还有贸易的合作 在习近平外交动作之外 美国也跟澳洲展开了外长跟防长2加2会谈 巩固盟友的关系 同时重申台海和平的稳定重要性 而美方周二更批准了新一批总额4.28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 美中之间的竞争跟抗衡持续火热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前脚才刚以高规格追到已故领导人江泽民 后脚马上搭机出访展开时隔六年的沙国访问 习近平将于12月7日至10日赴沙特利亚德出席首届 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 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 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 可能是顾虑到国内情势 大陆外交部直到出访当天才正式行程 这与习近平上个月高调前往印尼泰国参与G20与APEC峰会 并与美国总统拜登在内多国元首互动的外交动作 有不小差距 外界预料习近平此行可能会与参与峰会的十多国元首 各自就能源安全与投资范畴 签署包括自由贸易协定在内的各项合作协议 此外鉴于中国作为沙国原油大买家 每年采扣量为沙国出口原油总量的四分之一 习近平此行势必会与沙国深入讨论能源合作 并推动中资企业深入参与沙国的大型基础建设计划 此前沙国拒绝美国提议坚持减产石油 沙美两国在人权以及乌俄战争等议题上也出现分歧 外界关注习近平会否趁机推动沙国放弃美元 计价 改采人民币作为石油贸易的结算货币 不止习近平使出外交公式推进自身利益 美国也全力与盟友建立 更紧密关系 美国与澳洲周二在华府召开 外长与防长二加二会谈 就乌俄战争台海局势 以及美英澳奥克斯等议题展开讨论 会后的联合声明确立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批评中方试图改变现状 并且承诺合作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 还将与盟友共同强化区域贺阻力与韧性 确保印太区域自由开放 美中双方除了在外交动作上针锋相对 国内动作也持续不断 美国政府周二就批准新一批总额达4.28亿美元 约131亿台币的对台军售案 项目包括标准与非标准的战机零件 有助我国战机维持装备妥善和补充消耗 满足防卫作战和战备训练的需求 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军事联系和美兽台武器 我国防部官员周三更证实 美方不但无视中锋一直以来的坚决反对 还提早向我空军交付已经采购的 AGM-88反辐射飞弹 而且型号是改良版优于美军现役版本 对于影音软体抖音的国际版TikTok 美方也提高戒心 包括南达科他州与马里兰州州政府 近日已经陆续宣告禁止在政府行政部门的平台上 使用TikTok与微信等中国软体 TikTok与美国政府的谈判也出现组织 无法在今年内针对保护美国用户数据的争议达成共识 尽管专家认为美国全国性的TikTok等中国软体禁令 短期内不会发生 但美中之间的竞争与抗衡 仍在各个领域持续火热 TVBS新闻综合报导